台湾创架学会从2012年起以行动美术馆模式前进各级学校 由于最近正好是期末 因此行动美术馆就来到了安坑国校进行艺术导览活动 丰富学生的艺术涵养 为了推动艺术社区化社区艺术化的理念 台湾创架学会从2012年起开始以行动美术馆模式前进各级学校 由于最近正好是期末 学生也考完了期末考 因此行动美术馆来到了安坑国校 进行多场艺术导览活动 丰富学生的艺术视野 非常感谢创架协会 安排了这个世纪荣演的台湾设计史的演变的历程 让孩子可以透过影片的欣赏 以及图画的一些欣赏 可以了解到说设计的元素 以及将生活美学可以融入在生活中 来做一个美学享宴的欣赏 台湾创架学会导览员 透过简报以及影片介绍创架 美术馆至善馆即将在1月24号推出的 世纪的容颜 台湾百年美术设计发展及文献展 这场展览精选现代台湾美术设计发展周 具有代表性的展品 包含插画海报包装以及生活用品等等的平面及立体设计作品 和相关文献史料 呈现台湾百年设计发展特色及美学价值 最早的明清时代 一直到日制时代 然后到民国初期 初年 一直到近代的一些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同学以前他们不知道的 那现在他们是到他们现在知道的 所以我们把这整个九个脉络给整理起来 透过导览员的解说 以及具有问答 前来参与活动的学生反应相当热烈 也对台湾百年来的美学发展留下深刻印象 记者是明正门期新店采访报导